这是民国51年孙韵璇49岁接任台电总经理时所拍的照片 左上角的Song是孙老总的英文名字 有阳光温暖的意思 本次展览分为六大主题 分别为复电、陆力、薄画、习情、荣耀及传承 复电的时代背景是在台湾光复初期 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对台湾作有计划的轰炸 使得台湾的动力中心日月潭第一、第二发电厂全部遭到炸毁 于是当时以孙韵璇先生领导的机电处为中心 夺方进行复电 收拾战后残破并站稳脚跟 在五个月内恢复全台80%的供电 粉碎日本技师预言台湾将陷入黑暗 这张图是孙老总上山看查的情境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有一股劲 由这句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孙老总的精神和力量 即凡是亲力亲为的风范 复电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大关发电厂了 后面的五根压力钢管 共可发出十万千瓦的电 约占当时全台用电量一半以上 就可以想见修复大关发电厂 是多么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大关水利完工 孙韵璇先生与工作人员合照 当时的美国不仅有资金援助 也在技术上给予协助 特展的第二主题 陆力 呈现孙韵璇先生在台电历任机电处长 总工程师 协理及总经理 凡是亲力亲为的投入 付出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当年若是少了大关电厂 台湾的光明就少了一半 所以台电在36年开始设置大关特别奖 并由孙韵璇先生担任评委会主任委员 早期台湾是以水力发电为主 雨水不够水库干涸时 人都可以站在上面 而这时候水不够无法发电 就只能分区轮流停电 为了克服水力发电的限制 台电持续努力 由早期的水力发电为主到水火并重 再到目前以火力发电为主 就是要让轮流停电成为历史名词 随着早期一连串的负电扩充 电力才可以顺利送到台北城 也才能带来现代化的象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